嗨,大家好,我是达西妈妈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豆豆花的制法 这两天我们就和豆豆花干上了 昨天讲的是三种豆豆的制法 今天就讲一个全部用豆豆花来组合成来的一个小花片 制衣服还是不错的 这个花片,起针,要起三的倍数加一针 如果是圈子呢,就不需要加这一针变针 三针四行一个完整的花样 是这样织的 第一行,这是一个边针 织两个上针 在这一个下针里面,一针出三针 先织一个下针,稍微拉一下吧,这个线 然后空加一针 还是在这一个针圈里面 在这个下半部的这个针里面 织一个拧针 把线呢,稍微拉的松一点 这样呢,一个线圈里面就出了三针 然后再 两个上针 一下 空加一针 织个拧针 这个花形 一共就是三针 再演示一遍 一个,两个上针 在这一针里面 先织一个下针 把线稍微拉的松一点 然后空加一针 再织一个拧针 还是这一个线圈 织一个拧针 这一个线圈里面就出了三针 这样就完了 两上 一下 空加一针 这一个拧针 还是比较简单的 两个上针 空加一针 两针 这个时候呢 有意识地让这个针圈松一点 为什么让它松呢 是为下一步插针的时候好插 这样呢 这个豆豆呢 也会比较饱满一些 这就是第一行的针法 第二行 边针 两个下针 这一针出三针的那一针呢 我们就把它织个上针 这三个针圈一块插入 插出来以后 一起把它并掉 三针 再两下 一上 两下 一上 为什么要织这个的时候 要让它松点呢 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插针的时候好插 看一插就进来了 否则它不好插 这是第二行的花样织法 就是两下 就是两下 一上 这一上呢 是要 一下的 进三个针圈 三个针圈 一起织完 好 这是第二行的花样 然后第三行 整个一行是织全下针 这样织的你看这个小豆豆还是很饱满的 第三行全下针 第四行 反面行 全是织上针 特别简单吧 好 整个花形就织完了 一共就是三针四行 一个完整的花样 这个花样呢 比宝宝织一副 甚至织围巾 都是不错的选择 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就收藏吧 多谢 电脱与 注述 启 柳 多谢